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搞成了惊爆恐怖片 上海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些被曝光的视频 直指上海的一家养老院 根据视频的显示 养老院竟然将活人装进尸袋里 要求殡仪馆再走火化 结果被殡仪馆人员发现竟然是活的 掀开尸袋 拉开布条退货 想不到 养老院人员还想将布条再盖回去 被殡仪馆人员呵斥 由于此事已经传开 极为恶劣 当地民政局不得不在次日凌晨做出公示 并且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 据悉 附近社区不止一名民众目击并拍下现场情况 昨晚在微博曝光后 震惊中国网友 影片显示 上海新长征福利院的这名死者 当时已被送上殡仪馆运尸车 结果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 尸体竟然在动 才知道要被再去火化的根本就是活人 运尸车在养老院门口直接掀开尸袋 指出 活的 看到了吧 活的 结果养老院人员竟然还要把盖住老人脸部的布条盖回去 殡仪馆人员急忙喝止 不要再盖住它了 养老院人员后来经过商议 才又将这名老人推回院内 民众目击赶去了解情况 痛批 这是草间人命 根据车身两只电话5680-1601和5656-1111查询 确实是上海宝山区殡仪馆的电话 中国网友震惊疯风传影片痛批 没发现不就活活烧死人了 上海出这么多超过底线的事 发现还有气的情况不是应该立马抢救的吗 上海又一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这算死而复生的奇迹吗 也有人呼吁上海警方快点调查或辟谣 但院方或警方都没有回应 目前老人已送入医院 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上海宝山区殡仪馆也在通报表扬信里 进一步佐证该事情的真实性 从这篇表扬信里可以看出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在老人家属还在福利院的情况下 就敢如此作为 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是否有更惊人的操作呢 真是细思极恐呀 其实养老院作为一个伴随着老年人 安度晚年的福利机构 本来是应该充满温馨与爱心的地方 但其实关于养老院的黑暗面 似乎比比皆是常被曝光 只不过这场席卷全世界的疫情 成为了一个招妖镜 让这些作妖的养老院提前现身 比如福州某养老院 八十多岁老人 被送进去刚两个月 就因为长期被绑在床上 生了褥窗 尾锥突欠而被送进急救室 惠州的某养老院 一名有着十六年护理经验的护理员 抓住百岁老人的头发 按在地上暴打 而事情的起因 仅仅是因为老人没有听话做下 何其残忍 倾倒某养老院 院方欺骗老人家属 称其想不开自杀 并送上了物证 然而家属暗地查访 在老人曾经住过房间隔壁上 发现老人留下绝望的遗书 我是饿死的 除了中国的养老院 世界各国 乃至某些发达国家的养老院 也好不到哪去 比如疫情爆发初期 法国政府关闭了全国 7400家养老院 禁止探望 一位巴黎养老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我们早上通知老人的家人 一切平安后 到了晚上 老人就去世了 但是我们甚至戳不住时间 通知逝者的家属 因为我们实在太忙了 当时巴黎的丧葬机构 也经常超复合工作 甚至一些老人的遗体 被放在装饰袋里 在冷冰冰的地板上 存放三四天后 才能被处理 在意大利 索莱托市 一家养老院爆发疫情时 工作人员却在第一时间 纷纷离职 导致87名老人无人照护 最后有9名老人不幸离世 里面活着的老人 无人照顾 不得不向外面的人 喊话求助 几天后 政府才去接管这家养老院 可是不幸 已经发生 不可挽回了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 相信在座的各位 没有人希望 自己姥姥会被这样对待 所以如果 家里有需要被赡养的老人 需要送去养老院 当子女的 千万不要图省事 要仔细 考察走访 送去后 也不能不管不顾 仍需经常探望 而在政府层面 更要加强监管 严格审查 开办养老院的资质 从管理层面 努力给老人一个 安享晚年的环境 我们再说回 现如今的上海 小编只想问 你到底还有多少 魔幻操作 准备拿出来 丢人现眼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 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